剛剛其實就是改這個地方 Class的部分 也就是說將來 你們至少要學會右鍵檢查 找到至少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標籤名稱 如果那個標籤名稱 那一層假設沒有超連結 比如說我們剛剛不是右鍵檢查 找到的東西它沒有那個 這個Yahoo!股市 Yahoo!新聞 這個的話按右鍵檢查的時候 它假設這個spam本身 它這一層沒有超連結 它的超連結是在它的上一層的話 跟各位講你是可以再往上一層 有沒有看得出來吧 怎麼知道差不多是上一層還是下一層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這邊有一個箭頭 你按一下它就收折了 如果收折的話 那表示說這一個spam是在這一個A底下的下一層 有點像是spam是A的兒子 他的小孩啦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找 你可以找他爸爸 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你還可以找他爺爺 沒關係 反正就一層一層往上就對了 它有一層一層的架構 我們剛剛主要是把這個KS點兩下按右鍵複製 貼上去就OK了 但是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KS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複製之後 你想說是為什麼 焦點新聞明明只有幾個 只有1、2、3、4、5、6個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跳出來有這麼多 應該36個吧 那原因主要就是說 還有一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可以直接在右邊這邊 直接按Ctrl-F Ctrl-F之後的話 我再把這個KS裡面的複製 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來 貼到Ctrl-F裡面這個地方 貼上之後的話 這個為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要找一下 這一個原始碼HTML裡面 到底有幾個這個類別名稱 有沒有發現總共有36個 目前停在第一個 也就是說可想而知猜得出來 這六個其實 如果這個KS名稱 其實還包含其他的 總共應該有36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只要交點新聞 這六個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在想應該就是跑回圈的時候 只要怎麼樣 只要跑六個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他得到的這一個什麼HTML 這個是一個創列 有沒有 Find all 得到的 所以如果假如說 我要是 如果你Fall回圈 假設寫成這樣的話 他一定會從0到35 36個嘛 0到35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不要全部的話 其實我只要0到5就好了 有沒有 0到0嘛 1、2、3、4、5 因為到第六個嘛 所以編號-1 其實我記得 Fall H好像可以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直接在這個 串列的後面 加上一個中刮符 我試一下好了 這個我比較少用 少這樣用 我大部分都是Fall i 有沒有 in range 然後給範圍 但是如果假設 你不要用Fall i in range的話 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0冒號 0到哪個停下來 那我要到5嘛 所以6停下來 OK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假設你加一個 在這個串列 後面加一個這個中刮符 我印象中 好像也可以限制它的範圍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看一下 應該就只有6個吧 應該6 看一下 1 2 3 4 5 6 對 沒錯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這邊出來的結果 它是全部的話 那你要限制它只有幾個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Fall H的後面這邊 這個是一個串列名稱 把它改成它的範圍 這樣就OK了 那至於其他的話 你說老師 這個程式寫得我有點看不太懂 它在寫什麼 如果你假設實在是看不懂 也暫時就不用管它吧 反正你可以跑為原則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它改成 你看得懂的樣子的話 我建議有幾個地方可以改 第一個的話就是 然後那個什麼 這個數點5O這個名稱呢 其實我以前習慣是會用 因為它回來是串列 所以我通常會用List1 所以假設你說 老師我不習慣用這個名稱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一個跟這一個 改成List1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就不要取 反正你可以取成你習慣的樣 你習慣的一個名稱 有沒有List1 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不一定要取那個名稱 這樣執行應該也OK 執行一下 可以嗎 這樣沒問題 那其他的話 像這個寫法 其實它有點 跟之前我們寫的有點不太一樣 你會發現 它會把這個程式寫在一個DF DF其實就是一個函數裡面 那函數的名稱就是叫這個 叫什麼Fitch Yahoo! News 那從哪邊呼叫 其實從這個man 底下這邊呼叫 所以其實它怎麼跑的 其實它會先跑下面這個 它會跑這一個方法之後有沒有 然後它呼叫上面這個 這個函數 跑完之後 這邊有個return關鍵字 return的話呢 它會返還什麼東西呢 返還一個new 底線this 也就是說呢 它會把這一串串列有沒有 簡易將來輸出的東西 把它return到哪裡 return到下方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有一個news 等於有沒有 其實就是把這個news this丟給這個news 那回來的話一定會是一個串列啦 所以底下處理的方式 也是用串列的形式去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喔 因為它丟過來的 我們這邊給它的其實是幾個啊 0到6停下來 0到5 所以其實輸出到這邊也會是0到5 OK 當然啦 其實另外一種寫法 如果假設你這邊不加 你其實加到這裡應該也是可以 有沒有 那如果加到這裡跟加到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加到上面的話 你抓的時候只會抓到6停下來 那這邊的話是 如果你不加的話 它就全部抓 那這個地方如果加在下面是 輸出的時候才去限制它的範圍啦 OK喔 所以其實加到這裡或加到這裡其實都可以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是 對 也OK 那只是說加哪裡比較OK呢 我是建議加在上面這邊啦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邊的話是限制它 只要跑個6次就好了 如果你假設加在下面是它跑36次 輸出輸出的話就只有輸出6次啦 OK 那其他的話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OK 就是一樣 那當然最後的話 如果假設你要把它存成 剛剛講的那個Pandas那更好 如果假設你說老師 那我希望把這個什麼 因為輸出的話有兩個資料 一個是Title 一個是Link 那我是不是可以 假設存在Excel裡面 就是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就是Title 一個欄位就是Link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把它存到Excel 應該怎麼做 這個部分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最後一步 好 好 好 就是 谢谢大家